Hello,大家好,我是Nancy 前两期有关陪读妈妈的视频发出来之后 有不少人在视频中评论说 泰国比中国好吗?为什么要去泰国留学?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对于泰国国际学校不太了解 甚至说是存在一定的误解 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想通过这个视频 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泰国国际学校教育的优势 国内的教育我比较认同的是初中以前的基础教育 在国内上完小学是可以给中文和朔学都可以打下良好的基础 但是到了初中以后 我觉得这个整体的教育体制就更偏向于应试教育 仿佛学的一切都是为了应付考试 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高考 不仅孩子的学习压力很大 父母的压力也很大 那么海外国际学校的教育呢 我觉得是更接近于教育的本质 更有利于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和探索世界的好奇心 泰国的国际教育与海外的名校接轨 在这里的国际学校上到高中之后 是可以直接对接申请海外的一些高校的 名校的录取率也很高 这就避开了在国内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这种高考的压力 那对于有一些不想让孩子有太大的压力 同时呢又望子成龙的一些国内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 选择海外的国际学校教育的确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相信很多人一提到海外留学 首先想到的就是欧洲美洲澳洲或者是新加坡日本这种发达国家 那么为什么我会这么推崇泰国的国际学校教育呢 我总结了六个泰国国际学校教育的优势今天分享给大家 但是我要提前说明一下就是我没有在做留学中介 我只是一个很纯粹的分享 下面我所说的一些内容呢也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那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或者觉得我哪些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您在评论中指正 那么我认为泰国国际学校教育的第一大优势 也是很多人都认为的一个优势呢 就是它的性价比很高 像上期我采访的北京的陪读妈妈 她说在北京的国际幼儿园一年的学费是17万人民币 小学以上的话学费甚至达到了三四十万人民币一年 那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下 像是英国美国这种地方的一些私立学校的话 一年的学费差不多是二三十万人民币 所以单说学费来讲泰国就便宜很多了 像是普吉岛这边的国际学校 根据学校和年纪的不同 幼儿园期间的学费大概是五万到九万元一年 小学以上的学费呢 大概是九万到十三万人民币一年 而且泰国这边的房价和租金也很低 生活消费方面呢像是曼谷和普吉这两个地方是相对比较高一点的 大概也就相当于国内的二线城市的水平这样 除了曼谷和普吉以外的泰国的其他的省份呢 消费水平是远低于国内的 所以在泰国这边同样的花费却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提高很多 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泰国在地理位置上距离中国很近 以前旅游业正常的时候航班也很多 而且机票也很便宜 像是普吉岛飞广州的话也就大概三个多小时 如果飞杭州上海这种地方的话也就四个小时多一点 而且来泰国的签证可以做落地签 就是你不办任何签证的情况下 只要带着护照过来就可以待15天 所以来去都非常方便 如果国内或者是普吉这边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就可以马上的过来 像是我在视频中采访的第一个陪读妈妈 在她出了车祸之后 她的家人也在当天以最快的时间就赶了过来 而且在疫情以前 两个陪读妈妈的老公也都是来普吉岛非常的频繁 有时候甚至一个月两个月就过来一次 但是如果你是在英国美国澳洲这种地方去留学的话 去一趟的话 飞机上就得十几个小时 而且签证非常麻烦 期票也很贵 去一趟的时间成本和花费都很高 所以就算是在留学期间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基本上家人也很难帮上忙 万事都要靠自己 那第三个优势呢 就是泰国对中国人是非常的友善的 我们也经常在戏文上看到 在欧洲 在美洲 在澳洲 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排斥和歧视华人的现象 华人在这些社会中的地位并不高 如果是对这方面很敏感的人 在那里生活久了 可能会心里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东南亚的话 其实我觉得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都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和学费都很高 那马来西亚的话 虽然它的华人很多 也有不错的学校 而且学费也相对比较低 但是马来西亚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 在生活习惯上 我们华人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 相对比较起来的话 我觉得泰国这个以佛教为主的国家 更加的友善温和和包容 那同时呢 因为华裔在泰国的社会地位很高 早期来自广东福建的华裔 对泰国当地的生活和文化的影响都很大 很多地方跟中国的习惯是很像的 甚至今年呢 泰国还把中国的春节作为了泰国的法定假期 所以说如果在泰国生活的话是完全不会有被排斥的感觉 生活也更舒适一些 第四个优势呢 就是泰国的国际学校是很容易进的 我们知道在国内的有一些国际学校是只收外籍的学生的 所以在国内就算你很有钱 也未必能够进好的国际学校 那么如果想进国内好的私立学校 还要要求有户口 有学区房 有关系 想为孩子选择一个好的学校 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那么如果想要去一些欧美国家读小学 初中高中这样子 留学的申请流程也是非常复杂的 有些留学申请甚至要长达一年的时间才能有所回复 那么如果是泰国的国际学校的话 你可以按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比如说学校的位置 环境 学费等等方面的因素 选好学校之后 只要学校里面有学位 那么再经过一个面试和比试 通过以后就可以进入学校了 那如果是过来读幼儿园阶段 那就更容易了 幼儿园阶段不对语言有任何要求 只需要有一个简单的面试 那像我女儿是提前一年入学的 两岁我就把她送进了国际学校 当时的面试呢 基本上也就是走一个过场 简单的问家长几个问题就可以了 所以整体来说 泰国的国际学校门槛不高 对于家长来说 选择也更加的自由和灵活 第五点优势呢 就是泰国的国际学校与国际接轨 这里的学校 无论师资环境还是教学系统 都与欧美发达国家同步 在这里如果孩子读掉小学 或者是初中想要转到一些欧美国家去读书 也是可以实现无缝对接的 那在泰国的国际学校 如果一直读到高中毕业的话 这里的成绩也是可以直接去申请海外的名校的 而且录取的成功率也很高 另外呢 泰国常住的外国人有很多 就像我女儿在幼儿园的班里面 一个班18个小孩就有来自六七个国家 在班里呢 就像一个小联合国一样 让孩子从小就可以接触到多元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 有了这样的环境 相信对孩子的将来发展也会更有国际的视野 另外呢 其实我一直认为在未来的世界中 英文和中文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语言 那我们中国人的小孩 中文自然也一定不会差 学校里面是全英文教学的 像我女儿现在四岁半的年纪 就可以在学校熟练的用英语跟老师交流 那么到了小学以上呢 还可以再选修一门外语 所以说呢 从泰国国际学校毕业的小孩 都可以掌握多国的语言 那么第六点呢 就是我在视频的开头 我所说的 我理想的教育应该是更接近于教育的本质 我相信在未来的世界中 逻辑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会是将来最大的竞争力 我看到过这边的学校的小学生 去研究宗教课题 去研究海洋保护 他们研究的很多东西 是我在大学时代都没有思考过的一些东西 我是非常羡慕 他们从小就可以去质疑这个世界 然后通过学习 通过探索去找到答案 而不是死记硬背的 去学习一些老实话的重点 而且更令我羡慕的一点呢 是这里的国际学校非常注重体育素质的培养 学校里的体育课是占了很多的时间 有些孩子甚至周六周日 还要去学校参加一些体育特长班 体育的集训班等等 在这里毕业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游泳高手 那其实呢 我并不仇视应试教育 我也不仇视高考 因为我自己呢 就是一个因高考而改变命运的人 我其实应该感谢高考 但是当我经历了那些之后呢 我却不想让我的孩子 再去经历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这种压力 说完了这些优势 我再来说一下弊端 第一个弊端呢 就是如果一旦踏上了国际学校的这条路 一旦孩子适应了这种学习氛围和环境 可能就要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如果在这边待了几年之后再回国 孩子可能就赶不上国内的进度 也无法适应国内的学习环境了 而且在这边读国际学校的孩子呢 高中毕业之后 基本上直接是输送到海外的一些高校的 那随之而来的呢 就是要对家长的金钱能力有一定的要求了 那另外一个我认为的弊端呢 就是泰国的经济和科技方面呢 都不如中国发达 这里的生活节奏很缓慢 发展也很缓慢 有些地方甚至十年都不会有什么变化 但是国内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的 如果在这里生活久了 再回国总感觉自己是被out了 但是怎么说呢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地方是实权实美的 所以就看你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了 好啦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